没想到蛋饭子也可以如此善良 比赛一开始 方艺就展示了他独有的特色 我卡在原地一动不动 因为是单人双排 我很害怕因为我的原因拖累了队友 但是我复位回来之后 却看到小黑蛋正在奔向我 没错 他抱着我通过了第一关 结果我就被卡退了 等我再次重连上之后 他又抱着我通过了第二关 看到小黑蛋这么努力 我心里更加着急了 但是因为网络的缘故 我知道如果不是他抱着我 可能我们早都被淘汰了 第三局也是有惊无险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决赛 但紧接着让我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游戏画面一动不动 时间就仿佛凝固在了那一刻 等手机回过神 我发现我们已经被淘汰了 比赛结束后 我真的非常内疚 就想着加上他的好友 说声对不起 可是好一阵子也没有反应 于是我又开了一局巅峰派对 害怕网络再次出现波动 所以我玩的是单人休闲 当我进入游戏之后 却再次看到了那只小黑蛋 我抱起他给了一个超级起步 这一局刚一终于正常了 我也终于发挥出了全部的实力 第二局 小黑蛋也认出了我 将我一把扔出去 虽然扔的地方不是很好 第三局我想去抱他 结果又被他抢先一步 最后我们来 字幕志愿者 杨青的猪彩 向心哟 曲音速写 诗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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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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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